郭董批学运 民主不能当饭吃 民主不能当饭吃 一个街头 一个路过 耗掉社会多少的成本跟资源 我只要告诉这些学生 你们在虚耗社会的资源 虚耗社会的成本 剩下1600亿的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 近来频频批评时局 昨天更火力全开 从原本挺学运 改为炮轰学运 郭董说 当初觉得这些学生很悠种 但一连串街头运动下来 已经走掉了 你看我们那一代 我们努力 我们现在在接受成立 你们建议所作所为 这样一定会付出代价 天底下没有白色衣衫 周延院副研究员黄国昌抨击 郭先生思维模式和中共一样 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 无法做出回应 国董律律评论时政 被监察院长王建轩 点名音出来选总统 台湾最不值得做的一个 job 就是总统 做总统决定是一个害人的位置 所以你不要害人